一丙剑在盲女身上肆意游走 她很害怕 但却不敢反抗 因为这里是青楼 只要给钱想干什么都行 一山不整地跳完一支舞 盲女本以为终于能逃离魔爪 不料男人竟然当着数十人的面 想对她图谋不轨 众人连忙劝阻 场面越发混乱 好在刘补头及时赶到 他先是派人把男人抓走 又以一山不整的罪名 想把盲女押回自己房间审问 老保单解联盲求情 毕竟是熟客 刘补头表示 要和盲女玩一个仙人指路的游戏 如果能让自己满意 就不再追究 他随手扔出瓜子 听到鼓响 盲女用水袖敲击 有点意思 刘补头拿起瓜子 他加大力度 敲上了两面骨 没想到 盲女双袖同时指出 又对了 刘补头索性 把一盘瓜子全部撒了出去 这一次 看你还怎么接 刘补头正看得惊奇 没想到 盲女突然用水袖 抽出桌上的剑 劈向了刘补头 辗转腾诺间 刘补头支出盘子 盲女以手持剑 将盘子击碎 反应过来的众人 连忙仓皇逃窜 刘补头却不慌不忙 先手用刀鞘 戏耍了一番 经过一番缠斗 他轻松探清了盲女的身前 接着 便利用猪脸 扰乱盲女的听觉 一招将其拿下 被押回大牢后 盲女通过谈话 才得知刚刚的嫖客 竟然也是一位名叫金城武的捕头 原来 他们奉命剿灭 飞刀门叛贼 而名叫小妹的盲女 就是其中之一 我给你一天 好好想想 飞刀门 势力庞大 专门刺杀贪官 和朝廷对抗 要想剿灭他们 必须抓到帮主 通过搜寻信息 金捕头意外发现 小妹很可能是飞刀门 前任帮主的女儿 同样都是盲女 身边带着三把飞刀 入夜 一个神秘人 突然潜入大牢 打倒所有守卫 他成功救出小妹 两人策马狂奔 确认安全后 神秘人表明了身份 竟然是金捕头 他解释 自己对朝廷的腐败 早已深恶痛绝 想趁此机会 加入飞刀门 小妹没有拒绝 不过 想加入飞刀门 得先让他 摸摸根骨如何 我让小妹摸上面 你偏要从下摸起 大腿粗壮 轻功应该不错 右手伸解 刀法必定过人 左手有力 剑术想必不凡 两个小时后 小妹和金捕头 都很满意 两人正准备休息一下 追兵突然赶到 两人连忙投走 还没跑多远 小妹发现飞刀不见了 那是她的信物 金捕头只能冒险回去寻找 刚分开不久 小妹不幸被发现 她虽然会功夫 但却只擅长飞刀 同时应对四个敌人 没一会儿 她就被擒住 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危机时刻 金捕头终于赶回 左手持弓 右手拉斜 她一连射出四线 危机暂时解除 两人继续逃跑 等他们走远后 四个捕快起身 拔出了衣服上的剑 原来 刚刚只不过是演戏 金捕头假装叛变 为的 就是引出飞刀门的帮主 刘捕头告诉她 将不再派人追击 然而等金捕头 回到小妹身边 却发现一群捕快 慢慢围了上来 而且刀刀致命 盲人扔出飞刀 只是瞬间便袭向了捕快 有盾牌她不用 她就拿刀砍 哎 就是玩 看到盲人又扔出一把飞刀 另一个捕快 连忙拿盾打 没想到 飞刀竟然会拐弯 最后一把飞刀扔出 四个捕快 连忙组成阵型 用盾牌守护周身 这一次 没再出现伤亡 飞刀用尽 开始肉搏 但小妹显然不是对手 金捕头一边游走 一边放箭 虽然全部命中 但箭少人多 两人很快被包围 眼看就要惨死在乱刀之下 危急时刻 树林中突然飞出几个断枝 瞬间解决数个捕快 金捕头和小妹 趁机发起反击 成功斩杀了剩下的敌人 经历过生死 金捕头不仅取得信任 还得到了小妹的放心 她清理出一块水潭 用来清洗血迹 为了让小妹安心 她一边敲锡刀刃 一边走向远处 然后她威胁一只松鼠 帮忙敲锡刀刃 自己返回去 偷偷欣赏美景 这水真白 金捕头正想溜 于是金捕头凑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 终于整理完毕 可惜整理个寂寞 又是两小时 小妹沉沉睡去 金捕头趁机找到刘捕头 对于她的质问 刘捕头表示 刚刚的追杀 是总捕头的意思 想取得小妹信任 必须要真杀 而且 还有一批捕快 正在来的路上 金捕头无法接受 对自己人下手 回去后 她让小妹赶紧逃 自己则选择放弃任务 然而没一会儿 她就后悔了 日久生情 这几天朝夕相处 已经让金捕头 哀唱了小妹 就在她返回途中 在竹林休息的小妹 不幸遭遇了捕快的袭击 虽然拼死反击 但没有飞刀 小妹的实力 发挥不出十分之一 好在 金捕头及时赶到 他们且战且退 一边躲避竹子的袭击 一边逃离竹林 慌乱之下 小妹误中陷阱 差点被刺穿喉咙 虽然金捕头拉住了她 但两人也陷入了包围 捕快砍下竹子 正准备送他们上路 意外突然发生 数十把飞刀 玩如狂风咒语般 瞬间秒杀了所有的捕快 接着 一个绿衣女子扔出了飞刀 旋转一周 将竹笼切断 没想到 青楼的老宝丹姐 竟然就是飞刀们的新帮主 刚让金捕头吃惊的是 丹姐要把小妹许配给她 金捕头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突然被网住 直接绑了起来 然后下一刻 刘捕头也被绑了进来 怎么露馅的 金捕头有点懵 直到看见小妹 给丹姐倒了杯水 原来小妹并不下 飞刀们早就发现了 两人的计划 于是将计就计 想利用他们引出总捕头 现在两人已经没用了 丹姐把刘捕头压到了外面 她拔出刀 砍断了绳子 好家伙演了几天 除了金捕头 都是飞刀们卧底 金捕头傻了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在丹姐的安排下 刘捕头和小妹 这对青梅竹马终于相见 两人又玩起了 仙人指路的游戏 只不过这次 小妹扔刘捕头街 作为飞刀们帮主之下的 第一高手 他自然不会失手 玩够了 刘捕头把小妹 搂进了怀里 然而就在这两人 弥补三年不见的 相思之苦时 一把飞刀突然射了过来 一把飞刀 突然射向大战争的两人 身为飞刀们的人 未经允许 不可以妄动邪念 帮主让小妹 去杀掉金捕头 然而小妹却放了她 日久生情 她已经彻底沦陷 三个小时后 两人躺着休息 金捕头让小妹 跟自己去过 自由自在的生活 小妹没有同意 两人只能分道扬镳 然而没一会儿 小妹后悔了 她想跟金捕头走 突然一把飞刀 射中了她的心脏 竟然是刘捕头 刘捕头无法接受 自己等了她三年 竟然比不过金捕头 陪她三天 听到叫声 金捕头担心小妹的安全 连忙往回赶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趁她分心 刘捕头从背后 突然发起袭击 金捕头连忙闪开 一个抢走了 自己最爱的人 一个杀死了 自己最爱的人 这对曾经最好的兄弟 为了一个女人 开始以命相搏 两人没有留守 直接使出 不要命的招式 没一会儿 就都身受重伤 然而 一直打到下雪 身负还是未分 刘捕头拔出 肩膀上的飞刀 这才是她 最厉害的手段 就在刘捕头 准备扔出飞刀的时候 小妹回光返照 挣扎着站起身 一边是刘德华 一边是金城武 怎么选 最终 她选择了金捕头 刘捕头愣住了 原来 小丑竟然是她自己 不过拔出飞刀 小妹也活不成 于是 金捕头放下刀 走向了刘捕头 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小妹拔刀 也没有用 既然她想用自己的死 换小妹活 刘捕头就成全她 结果 刘捕头射出的 只是一滴血 而小妹拔出飞刀 也只是挡在 金捕头的身前 最终 小妹死在了 金捕头的怀中 而刘捕头 则失魂落魄地 消失在了风雪中 你看 她的背影 像不像一条狗 这种人的 全部都没有 有的 我还没有 不像你